出动坦克飞弹 乌军在盾内刺客前线 战火没停过 乌克兰记者镜头直击 乌军努力守住盾巴斯地区 但俄军攻势也很猛烈 再次对第二大臣哈尔科夫进行炮击 双方在乌冬战线你来我往 但现在乌军靠防空系统 似乎也找到方式争取时间 抢修国内的基础设施 郭克兰打下无人机让电力公司 有时间好好修理电网 努力恢复国内供电 目前三大主要州 包括首都基辅 奥德萨和地涅波罗 周日都已经不再陷入停电危机 周恩斯基表示 尽管工电慢慢恢复 但现在谈胜利还言之过早 乌克兰和美国国防部长 周日晚间也进行通话 双方讨论军援细项 对乌克兰来说 敦促美国提供战机 还是目前的首要之务 TVS新闻综合报道